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我们讲冯这个姓 以后我会陆陆续续的谈其他的姓氏 华语 冯的汉语拼音是F-E-N-G 冯第二声 孕母是N 在新加坡 有些人会发成冯 冯 孕母是翁 说成冯是不对的 应该说成冯 冯先生 冯先生 冯字有两个读音 除了冯之外 还可以读成平 读平又有两个意思 一是马跑得很快的意思 二是徒步射水的意思 英读 冯在本地的拼写是P-A-N-G 胖 胖 很多人说成B-A-N-G 胖 胖 在新加坡 有些人说英语是P-B不分的 以冯的拼写而言 是错有错着 因为说棒更接近方言的发音 因此 您可以说Mr.胖 Mr.胖 也可以说Mr.胖 Mr.胖 海南话 冯的海南话的穷山英文读 是带V的 冯 而文昌英文读是带P的 但是白读都是 在新加坡和海南岛 都说 中国国共内战时期的穷山人 冯白鞠将军 穷山话就是 冯说成 是白读 伯基 说成 是文读 顺便提一提 白这个字 海南话的文读是 所以唐朝诗人李白 就叫李木 福建话 冯的福建话的文读是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大多数人说 潮州话 广的朝诗话的文读是 白读是 在新加坡,大多数人说 广东话 冯的广东话的读音是 白读是 在新加坡,大多数人说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再会